我是Access Pro Bono BC省的公益法律咨询的社团的信息官 我们这个机构是在BC省提供免费的法律咨询和法律的代理服务 移民的一个阶段里面有很多人遭遇到语言上的这样的一些挑战 那么在这个过程中间我们就很有幸和在2015年之后 就同西门菲莎大学的法律翻译证书就跟他们产生了合作 有了法律口比译的课程 事实上使得华裔在法律服务方面其实得到了很大的一个促进和帮助 因此是说的是很好的 学生至少由于这样的一年来的这样的一个培训 他会对司法的很多流程环节表格表述 更具熟悉度会非常的高 并且在法律里面也会多多少少遭遇到一点的这种拉丁文 比方说我们的这个其实机构我们叫Access Pro Bono Pro Bono就是个拉丁文 所以这种拉丁文出现的时候 其实如果没有这些对法律或者某一个专业有背景的话 往往你会非常的这个摸不到头脑 也不清楚是说这个词什么意思 然后呢在这种状况之下 我相信这个法律学生由于他对一些这些词汇概念 然后流程的这个熟悉 他们能够更好的提供法律 这已经不是一个假设性的东西 事实上是我们在跟踪了我们的这些华语的受众客户之后 他们认为就是说有专业的学生的这个毕业生或者学生的帮助情况之下 他们每一次服务他们获得这个信息的准确度大大的提高 然后呢他们的沟通的效率大大的提高 然后往往有时候一次都讲不清楚 他们可能就原来可能要走几次也不能见得能讲清楚的事情 然后由于学生的介绍 他们也可能五分钟十分钟就能够讲到事情的这个实质里面 然后使得这个专业人员能够迅速的提供有效的信息 所以他们普遍的反馈是非常积极的 一些学生在跟这个客户的过程中间 他们学习到了很多的非常有意思的每次都是不一样的法律 就是我就有一个学生告诉我说 他因为他做得非常平凡 所以他说他为什么做得那么平凡 因为他觉得非常有意思 因为每一次他会见到不同的人 每一次在不同的人的对话中间 他除了提供这样的法律翻译的时候 他也从律师跟客户的一对一的对话过程中间 增长了非常多的知识 他觉得这是对他在课堂里的这个学习的 有非常有效的一个补充和实践 所以这时我们会看到 其实每个人可能都带着 多多少少不带一样的这个初衷 来参加这样的这个法律方面的比一口一的这个课程 但其实就是说每个人也可以从这个法律的比一口一课程中间 得到不一样的回报 然后呢各取所得所需 所以当如果你想要介入一个法律的门 那个行业的话呢 也会是一个非常好的 这个一个入门的这样的一个课程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